大家好 欢迎收看数个超能力 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我们的歌四第三期团战已经录制完毕 也就是正片的第九期第三场团战 这一期团战 最终结果确实出现反转 原本观众都预测的冠军联盟的组合 最终比分并未超越另一组情怀联盟 第三场第九期团战 是大张伟焦麦奇 张文廷张远PK陈慧贤孟会员 杨坤马佳奇 团战目前已知的成绩是大张伟焦麦奇 张文廷张远PK肖敬腾张奇 周传熊路虎的最终成绩是平局 4比4平 而第二场团战 也就是第八期 据网络曝光依旧是平局 所以相当于这前面两期的比赛等于百比 这个时候压力就给到了第三场团战 也就是第九期 第九期的结果是大焦飞鸟PK陈慧羊马 最终比分是6比3分 这样的分数是怎么来的呢 比赛一场赢得给3分 输了0分 所以三轮歌曲对战 大张伟与张文廷这两个组合显然赢了两轮 然后输了一轮 最终目前的比分累积得分就是 大张伟焦麦奇和张文廷张远 这两个联盟在两场比赛累积积分10分 最终成功进入盛典舞台 这也是观众没有预料到的 之前大部分网友都是对陈慧贤孟会员与杨坤马家琪的联动是最期待的 也有网友认为他们是这一季歌手里面人气最高的 可实际结果 大张伟焦麦奇和张文廷张远的联盟 却在节目中的成绩非常出彩 尤其是张文廷 前面两期给大家带来的都是情怀歌曲的回顾 让不少老粉泪目 在我们的歌四的舞台再次积累了大量人气 这几场比赛下来 张文廷他们整个联盟成绩都非常不错 打败了林志炫这一次又击败了陈慧贤杨坤这两位实力老将 当然 这档节目由目前的姻缘数据来看 人气最高的还是杨坤马家琪这个组合 尤其是马家琪的人气 让他们这个组合的音源播放数据可观 收听数据更高 所以 最终今年的冠军花落谁家并不像上一镜一样明朗 比赛的结果一直在反转 以目前的形势来看 张文廷张远这队组合也将成为冠军强有力的候选人 所以 2022年第四季我们的歌 冠军候选队伍应该是在 林志炫黄霄云 陈慧贤孟会员 杨坤马家琪 张文廷张远四个组合中产生了 我们的歌四第五期播出结束 原本七首歌曲的舞台 被节目组裁剪成了五首 引发不少观众争议 在节目官宣的歌单中有五首歌曲 但是在录制节目过程 这一期节目歌单一共七首 第一环节三组歌手评票 所以都进入了第二轮 第一轮有三首歌曲 第二轮四组歌手竞技 应该是有四首歌曲 加在一起应该是七首歌曲 目前节目播出的内容 只有五首歌曲 最让观众期待的两首歌曲 肖敬腾和张琪的歌曲 和杨坤马家琪的歌曲 被剪辑掉了 以目前的预告来说 应该会安排在家 更版或者是下一期 我们的歌四第五期节目 应该是这个节目 有史以来最让观众 不满意的一期 在节目播出的时候 长达15分钟的广告 让观众叹为观止 并且广告还是重复的 由网友吐槽谈面话的 雪碧弟弟都看了三轮了 可见节目前的广告 时常让节目一直推迟 是本期我们的歌 最让观众败好感的地方 冗长的广告 也让节目时常有了缩水 第五期节目最终没有播完整 剩余两首歌曲留给了下一期 那下一期必组的第六期 时常要怎么设定呢 第五期剩下两首歌曲的歌单 如网友期待是肖敬腾的 怎么说我不爱你 这首歌曲已经发行了多年 是肖敬腾的音乐经典代表作之一 没有在第五期正片中播放 很可惜 第二首歌曲是马佳琪和杨坤的 《要你管》 这首歌曲也是时代少年团 粉丝迷们最期待的一首歌曲 同样的是没有在节目正片播出 《要你管》作为时代少年团 2020年发行的歌曲 曾在2021年12月11日 获得第三届TMEA腾讯音乐娱乐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 节目组也摸清楚了观众的喜好 原本第五期歌单都比较边缘化的歌曲 唯独一首粉丝大爱的《要你管》和受众群体最多的《怎么说我不爱你》被剪辑掉 放置后面播出 让节目组给下一期收拾做了伏笔 整体第五期的收拾直播关注度和第四期差不多 峰值显然比第四期低了很多 在网友心中A组歌手人气较高 并且有流量新生代歌手 应该直播热度远超过B组才是 但是显然第五期这次的反响并没有超过第四期 你们期待的最终冠军是哪队组合呢 今年夏天满是回忆沙 刘庚红把本草纲目变成简直神器 甜心教主王心灵成风破浪 周董最伟大的作品《唤醒无数老粉的青春DNA》 以80后加95前为主的粉丝们早已不在年少 但仍然自豪 曾经历过华语乐坛巅峰时期 青春回忆或许不够高清 但那些专属回忆BGM是5剧时代比不了的 是寄出那几年 没有百万条音诗 只有千万级别的好声音 其实这个夏天还有一波回忆沙 可能歌手张文婷的名字不够响亮 金曲奖四项入围也没太轰动 提起张文婷另一个身份和英文名字 大家就会欧行嘴了 他是飞儿乐坛的前主唱飞 当年横空出世的飞儿乐坛堪称乐坛黑马 名不见经传的三个人突围出现 人家是原地出道 他们是原地火出圈 小透明乐坛第一张专辑销量就直冲榜首 把榜一大哥周杰伦下够呛 七里相差一点就被赶超了 那一年谁的MP3里没有飞儿乐坛的歌 时过境迁 乌是人非 有人得意 有人落魄 三人几次出现惊天反转 如今被粉丝抵制 被业内嫌弃的飞儿乐坛到底怎么了 先复习一下飞儿乐坛当年的阵容 主唱张文婷 键盘首陈建宁 吉他首阿庆 成团的起因是从小热爱音乐的陈建宁 完成了爱好者蜕变制作人的过程 想从幕后走上舞台 着手研究路线 他去大学找灵感时 正好看到张文婷比赛 对他的唱功和形象极为满意 没多久 陈建宁又发现张文婷同校同学阿庆 张文婷唱得好 阿庆是专业吉他首 陈建宁萌生成团的想法 三人一拍即合 每人贡献出自己英文名首字母凑成FIR 就有了飞儿乐坛 没多久飞儿乐坛签约华纳唱片 开始筹备首张专辑 经过两年精心打磨 2004年推出乐坛同名专辑FIR 仰拍视角的专辑封面以蓝天白云做背景 颇有三人展翅飞翔 一飞冲天的异境 主打歌艾迪亚颇具与风情的前奏 主唱张文婷迎唱式开枪 随着节奏渐进越来越强烈 这首抒情摇滚作为台湾偶像剧的主题曲 竟然是首励志歌曲 你敢信 张文婷的声音充满力量 又不失女性特色 表现力 感染力非常强 这首歌是张文婷想安慰失恋的好友 鼓励他振作 这位失恋朋友就叫Vedia 当年大火的台湾偶像剧斗鱼 用的就是这首歌作为主题曲贯穿史中 这部剧是安以轩的成名作 他和郭品超在剧中展开生死虐恋 将青春校园和黑帮争斗融合在一起 再配上Vedia 产生了荡气回肠又撕心裂肺的效果 另外一首《我们的爱》也是传唱度超高的经典之作 很多人第一次听歌也会心痛 就是从这开始的 MV女主是贵伦美 这部MV拍出了电影的质感和效果 跟歌曲本身代入感太强有直接关系 这首《我们的爱》 过了就不再回来 是那些年轻春期疼痛文学爱好者唱KB被曲目 即便这批人现在早就不青春了 在KTV也会唱一遍当作至青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数个超能力 敬请关注哦